9月18號強震 正當你我辛苦一周 躺在沙發上安安穩穩發懶 喝著肥宅快樂水享受愜意周末 就在一個毫無防備的時刻 地牛翻身天搖地凍 這下池晃到起波浪水溢出流了滿地 吃蝦吃到一半還以為是頭暈 台東超級有感 因為9月17號晚上9點41分 台東關山發生規模6.4地震 深度只有7.3公里屬於極潛地震 在池上震度6強 也是改制之後第一次 花蓮富林五強 台東適合高雄男子震度五弱 地震來襲時整件浴室搖晃得厲害 連浴缸的水都被搖到大量漸出 還有高樓上的吊車也晃動不止發出聲響 18號下午2點44分 再度發生全台有感大地震 瑞氏規模6.8 震央在台東池上深度7.0公里 比前晚9點41分發生的官山強震還要大 我們知道 ard 地震是主阵,横跨移动地震是主阵,横跨移动地震。 横跨移动地震是主阵,横跨移动地震。 横跨移动地震是主阵,横跨移动地震是主阵,横跨移动地震。 横跨移动地震? 大人拉着小孩 躲进上下铺 天花板上的消防水管 疑似不堪剧烈摇晃 开始砸水 卖场如雨下 孩子吓得不断哭泣 看到当时天花板毫无预警 瞬间掉下来 都掉下来 透过监视器画面 在镜头前的人 看到了都惊呼连连 何况是在现场打球的人 就这个啦 就这个被吃到 桃园巴德国民运动中心前一天 才在脸书宣告与球灯完成 欢迎民众体验 结果来的是四滴震撼体验 这不是羽球灯 是人生跑马灯 幸好大家跑得快 市长郑文彩也在脸书道歉 但就跟像爱咬邮差的狗一样 见绿就咬的国民党控诉是否疏失 结果民进党说 发包厂商是中国青年救国团 这样踢球比赛就开始了 谢泽大赛不知道踢多久 但这羽球场开幕只有一天 918池上大地震 是921发生三年后 近20年来规模第五大的地震 今年已发生8个规模6以上的地震 不仅超过长期平均值 且截至今早8点已累计73起余震 我们从50年都找不到大的地震 就可以知道 它可能已经有超过上百年没有大地震 在这个地区 那它累计的能量是非常大的 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灾情统计 截至上午8点造成一死146伤 赤柯山和六十石山 仍有多名旅客受困 以清攀抢修和协助安置 气象局指出主阵发生三天内 可能还有规模5以上的地震发生 一周内还有规模4以上余阵 今早时17分 再发生瑞士规模5.9地震 地震深度13.4公里 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与意外哪个先来 祈祷各地灾情减到最低 落望抗阵保命三步骤 地震避难三步骤 趴下 掩护 稳住 地震发生的时候 首先要趴下我们的身体 保固我们的头部 减低受威胁的面积 接着躲到坚固的桌下或床下 找寻掩护 并且抓住桌角 以稳定躲避处 新北大发财 今年选举很奇幻 大家看的不是证件 而是解释过去 因为证件再多 也没有时光机 能够回到过去改论文了 小致的离开 是运鹏的追求 还是台大的不挽留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 林佳龙的竞选口号 让我想起了那个人 心不在焉 想要让参加新北市长 来做踏板 去选中 我们不用努力这票 要不然你要做韩国瑜 第2个2.0的 东西卖出去 人进来 我们高雄就怎样 高雄大发财 莫出去 人进来 我们新北大发财好不好 好 我说这一条 过去有一个高雄 对 那咖喱 先说侯友宜是 韩国瑜2.0 再接着喊新北大发财 这难道是在拍情境喜剧纪录片 那一天 人们又想起了 给高雄人洗三温暖 给台湾人无限幻想的韩总机 请问这次要去哪里开采石油 当然不可能说财政要解决就是 一天两天 然后这个好像 喊口号说 发大台前就会掉下来 高雄 发大台 别人说是空洞 咱们说就是白洞 白色的明天等着我们 加龙早上起来洗脸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脸上就写着两个字 原创 因为他早在2015年担任台中市长时 就提出相关政策口号 只是比较不会宣传 因为我以前在当台中市长的时候 就海空双港 我是最早喊的 货从双港出 客从双港路 很敬佩韩国瑜 他用的口号 简单有力 所以同样讲一样的事情 他用货出去 人进来发大财 那大家就很容易听得懂 可是因为他只说会做 我是已经在做 而且有政策的内容 林嘉龙原创绝无抄袭 却还是被网友嘲讽韩国瑜 是非可以这样编导吗 解释就跟榴莲一样 有人接受就可以存在 转战新北 Yes I do 至少他喊的是新北发大财 不是台北发大财 不要太不满 支持韩国瑜市长的理念 我也随时欢迎他加入国民党 我总觉得我们好好做事吧 这一共他点调 得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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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达 酷 大家 得明星 我们 也爱 急 就只要一起 be out tonight 从没想到我会有这一种感觉 I just put the big dick in trash now 愿意做十天的努力一切 I'm stuck forever with you 跟你看从上一阵天都动不了 台湾政策法 台湾的芒果干扬名国际 不仅岛内的选民买单 支持民主价值的先进国家 也纷纷在国际上表态相挺 五天前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审议由民主党参议员梅南德茨 和共和党参议员葛兰姆 共同提出的台湾政策法 最后法案以17票赞成 5票反对 表决通过 世纪1979年台湾关系法后 最全面重整美国对台政策的法案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e have deepened our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We'll continue to do so With effective diplomatic economic and military support And we appreciate the strong bipartisan support for Taiwan 议员之间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也许在路径上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应该都是对台湾 一个非常长期跟坚定的支持 那就这个部分 我们对所有的议员都表达感谢 新修订的台湾政策法 从军事 外交 经济 和文化等层面提升美台关系 整份报告长达107页 包括无偿援驻台湾 5年65亿美元的军事融资 建议将台湾驻美办事处 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但不具强制力 赋予台湾主要非北约盟友待遇 并将对台发动重大网络攻击 列为制裁北京官员条件 一个法案列出这么多辱华条文 小心中国又要来台海诈鱼了 台湾问题的本质是中国内政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统一之后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 制度更加完善 台湾同胞的文化创造力 将得到充分的发扬 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将得到充分的尊重 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 宗教信仰 以及合法权益 将得到充分的保障 中国式的文化发扬和充分尊重 我看了看新疆和香港 这些一国两制的先例 先不用了谢谢 人民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只不过是在被在教育之后 然而法案在参议院外委会通过后 还需交由参众两院通过 再送给总统正式签署生效 若总统行使否决权 就会退还参众两院复议 美国也推出了台湾政策法案的话 就是说中国大陆会不会推出一个更积极的立法 就是过去一直传言的 包括统一法或者是基本法之类的 中共当然也要看最后是拜登是什么时候签署 因为放到他座位上不定也马上签署 美国将于11月进行其中选举 国会又还有其他法案需优先通过 虽然台湾政策法距离正式生效 仍有漫漫长路要走 但各位还有拜登爷爷的承诺 先给台派打上一记强心针 我们跟台派打上一记强心针 一段时间前 有一个中国政策 台湾对他们的自权 我们并不向他们自权 这是他们的选择 但会有美国人的反对策 如果有美国人的反对方 有明胜では发布 但是它的外相 政府请问 我们的一件事 有美国人的反对珍 官方德州没有改变 去西方的反对 безопас 不是如果美国人的反对方 如果美国人的反对方 但是法定位有看到他えて 很 之下 非常确定 美国人的反对方 美国人的反对方 在台湾的事件中的一切 是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随时掌握最新动态